随着宋徽宗被软禁 徽宗亲宗父子间的权力游戏算是结束了 如今大宋的威胁只剩下金国 虽然开封城下的金军撤退了 但完颜宗汉率领的西路军仍然在太原一带进犯 此时大宋应该一边整军备武 防范金国下一次大规模入侵 一边支援太原 击退来犯之敌 但宋亲宗的脑回路和正常人有点不一样 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国防上 而是整顿起了内务 希望能从源头上找到大宋存在的问题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 朝堂分为了保守派和改革派 自此之后 大宋的路线之争就没停止过 徽宗主政时期 他任用的都是改革派官员 以蔡京为首的新党 在打压改革派方面 无所不用其极 把改革派的上升通道都给堵死了 随着徽宗善位 保守派利用皇权更替的空档 再次在朝堂上找到了立足之地 纷纷找机会上位 并且趁着宋亲宗清除六贼之际 纷纷上书禁言献策 亲宗经过和保守派官员们商讨后 得出一个结论 大宋原本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 导致了朝堂分裂 那些太学生也是制造霍乱的根源 他们动不动就妄议朝廷 给大宋的稳定带来了隐贯 现在大宋应该做的 不是整军被武对付金国 而是清除国内的杂音 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当河北太原两地还在拼命抵抗金军的时候 亲宗居然把工作重心放到批判王安石上面 并借此控制言论 禁止不利于朝堂稳定的言论出现 亲宗这种开天辟地的做法 让城内百姓大开眼界 也刷新了大宋的底线 尽管朝堂一片混乱 但驻守在外的守将们 还是在尽力收复失地 崇师道在河北与金军打了好几仗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接连收复了隆德府和威圣军 甚至升勤了金军任命的伟观 接连取得胜利 让亲宗产生了一种错觉 认为金军实力不过如此 将士们之所以能打胜仗 完全是他整治朝堂不正之风的功劳 为此他忽略了崇师道和李刚提出的 加强北方守备的建议 他认为没必要在劳师动众加强防守 只要金军敢再次来犯 一定让他们有去无回 崇师道之所以能打胜仗 一方面是因为他能争善战 另一方面是因为女真人生活在北方寒冷之地 秋冬出兵春夏退兵 在历史上是一种常态 而眼下天气渐暖 金军已经开始班师回朝了 再者两路金军前期攻势太猛 一路上难免有望风而降的城池 可眼下东路军退回燕京 西路军继续围困太原 在河东河北等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权力真空 宋军在这种情况下收复失地 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因此能否收复太原 才是检验宋军战力的试金石 完颜宗汉已经对太原围困了数月 里面的守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粮食马匹都吃得差不多了 眼看到了以人为食的地步了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在苦苦支撑 金军知道太原早晚会沦陷 不急于一时 于是采取了围点打员的策略 借机来消灭前来救援的宋军 一点点消耗大宋的军队 此时的金军已经占据核心要塞 宋军前来救援几乎等同于宋死 要详解太原之困 必须与金军慢慢周旋 崇师道 姚谷等常年在外征战的人 看得非常明白 但钦宗和朝堂上的文臣们看不明白 纷纷要求崇师道 姚谷全力夹击金军 否则就以一物战机的罪名军阀处置 以李刚为代表的主战派 也站在钦宗这边 此前主战派被边缘化 如今回到朝堂后 需要一场胜利来支撑自己的地位 无奈之下 崇师道和姚谷等人只好出兵 亲宗不知道的是 姚谷和崇师道之间的关系 一直很紧张 之前姚中平在开封城 之所以同意骑袭金军的方案 就有和崇师道兄弟斗气的成分在里面 如今 两路兵马在互不节制 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夹击太原 结果 被金军找出了破绽 看穿了两路兵马各自为战 缺乏统一指挥的弱点 于是各个击破 大败宋军 崇师道的弟弟崇师中也兵败伤亡 崇师中的死 震惊朝野上下 震惊之余 亲宗和大臣们又发起了更严厉的整风运动 他们认为 此次失利是因为整风程度不够 除此之外 亲宗还把李刚调到河北去主持防务工作 李刚是文臣出身 让他去主持军务本身就有点不太妥当 如今把他派去河北 朝廷不但没给他人马 连钱和良想都要他自己想办法 李刚知道自己受到了排挤 但没有办法 只得硬着头皮前去上任 上任后的李刚刚开始准备筹集良想 招募士兵 太元突然传来成破的消息 于是 朝廷又把太元成破的责任推到李刚身上 并为他罗知了十项罪名 罪名包括 离间皇上和太上皇的关系 与蔡经父子狼狈为奸等等 后来李刚被一扁再扁 彻底退出了朝堂 太元沦陷后 亲宗听取了义和派的意见 派人到山西和金军谈判 打算像上次解决开封城危机那样 用钱来买平安 不过此时 完颜宗汉已经不满足于金钱 他想要在大宋身上得到更多 于是拒绝了大宋的请求 此时 金军有充足的借口对大宋开战 亲宗把徽宗接回来以后 就撕毁了和金军的城下之盟 除此之外 大宋还派人前去 和辽国残部暗通款区 被金国发现 这些都是金军对大宋开战的理由 于是靖康元年秋天 金军再次罚宋 金军此次罚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没有急功冒进 而是选择稳扎稳打的策略 一步步往前推进 在大军出动之前 金军还专门派了一支队伍 在西北方向和宋军纠缠 阻止他们进京秦王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 宋亲宗几乎没有做任何战略性防御 他的应对方式只有一种 派人到金大营求和 开出的架码一次比一次离谱 金军根本没打算和大宋义和 为了麻痹亲宗 金军假装在和谈筹码上讨价还价 制造出一种同义和谈的假象 让亲宗沉浸在义和的幻想中 金军则利用假装义和的空档 加快了徽师南下的进度 一路攻城拔寨 没过多久就到了黄河岸边 眼看就要渡和兵临开封城下 靖康元年11月8日 急火攻心的亲宗召集大臣们 商讨应对之策 经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绝大多数大臣都表示 需要对金军展现和谈的诚意 割让三镇土地换取和平 仅有少数官员表示反对 这其中就包含大名鼎鼎的秦桧 你没看错 秦桧反对和金军议和 最终大家达成一致 派出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求和 与此同时 紧急集合各路兵马前来保卫开封 不过此时再召集军队 进京秦王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11月12日 完颜宗汉率领的西路军 禁逼和阳 大败宋军 随即渡过黄河 而完颜宗汉所率领的东路金军 也由大明附近渡河 两支金军直奔开封城下而来 前去求和的赵构 行至慈州的时候 被百姓拦了下来 并当众打死了赵构的副手 无奈之下 赵构只能选择留在当地 当地首将宗泽向赵构敬言 说前去议和不会有好结果 如果金军想议和 根本不会拖到现在 建议他留在此处暂时躲避 最终 赵构听从了宗泽的建议 选择留在慈州 赵构半途而止 并未阻挡继续前进 11月24日 完颜宗旺来到了开封城下 润11月2日 完颜宗汉也抵达了开封 此次 金军准备了大量的工程器械 准备对开封发起总攻 目前 开封城内上有7万守军 各地进京秦王的部队 还在赶来的路上 一时之间无法抵达开封 早在金军动身南下初期 南道总管张书业 原计划聚兵十余万进京秦王 然而 却接到朝廷旨意 要求他立刻停止 这种破坏宋金之间和义的行为 而就在他罢兵之后 新的旨意又传了过来 命他马上进京秦王 不得耽搁 行急之下 他只能率领万鱼兵丁 赶往开封救急 这也是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 抵达开封的最大一股秦王兵马 金军到达后 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开封城瞬间硝烟弥漫 此时的宋金双方 都在做着两手准备 对亲宗军臣而言 他们一边忙着固守待员 一边不断地前使求和 而对金军来讲 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发起攻势 另一方面 也在忙着封堵开封城附近的交通要道 拦截亲宗发出的求援信息 润十一月十日 战争的烈度悄然降低 宋金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接触 十二日与十五日 宋军甚至打开了部分城门 以便百姓砍柴般叹 眼下金军的胃口可不是区区三振就能满足的了 假如大宋开出的条件不能让他们满足 那他们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宋军上下仍然离心离德 张书业大军抵达开封后 给各位将军送书信 约他们一起商议对策 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 竟无一人前来赴约 城中守将眼睁睁地看着金军 把护城河填平而毫无作为 至于守城兵丁以刺冲好 赏罚不均 瞒报战功这种事更是层出不穷 因此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 开封城正变得岌岌可危 更不幸的是 自润11月以来 开封连降大雪 这对于金军来讲是如虎添翼 但对城中军民百姓来讲 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在物资供给短缺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义河上面 遗憾的是 谈判再次破裂 润11月19日 金军再次发起猛攻 连续大败宋军 几处城门被相继攻陷 开封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而这场大雪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 雪花犹如一片片刀片 扎进宋军的心窝 此时 开封城所有的目光都投到亲宗身上 希望他能拿出应对之策 就在此时 一根救命稻草送到了亲宗面前 他欣喜若狂地选择抓住 送来救命稻草的是书密副使孙傅 他在翻阅书籍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仁宗时期著名神棍秋荣写的一首感誓诗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郭晶杨氏刘无忌 他灵光一闪 认为这句诗里暗藏玄机 或许是在指引他寻找一名叫郭晶的人 打定这个主意后 孙傅马上命人在开封城内寻找叫郭晶的人 巧合的是 开封城内有一名士兵名叫郭晶 当孙傅问他是否会法术的时候 郭晶答道 自己就是大隐隐于世的高人 不仅福道双修 而且精通各种秘法 能够化草木为人形 帮宋军大破金军 孙傅听后大喜 立马将他献给亲宗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他还在亲宗等人面前展示了自己高超的道术 在地上画出生死门 将猫和老鼠放进去 只要老鼠是从生门进去的 猫就跟瞎了一样 对老鼠视而不见 而假如将老鼠从死门放进去 猫就会果断地把老鼠吃掉 这一番操作将亲宗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亲宗更是对他深信不疑 对其大家封赏 并要求大臣们一定要配合郭神仙的各种要求 亲宗本来想请郭神仙即刻出手相助 但郭神仙表示 他的秘法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能使用 现在并不是最危急的时刻 现如今 开封到了崩溃边缘 在宋亲宗的再三请求下 郭神仙再也无法推辞 于是站在城墙上开始做法 表示自己请来了六甲神兵 现在宋军各个都是神兵附体 出门就能把金军杀得片甲不留 当郭经施法结束后 宋军突然打开城门 一群被施过法的士兵直挺挺地冲向金军 刚开始金军还有点诧异 不知宋军为何突然变得勇敢 但最终没有出现奇迹 这只神兵天将依然被金军悉数剿灭 然后金军趁着城门大开之际 一鼓作气攻进城中 开封城以一种滑稽戏谑的方式被攻破 而此时的郭经已经逃跑 把亲宗和一众大臣耍得团团转 城破之后 整个开封彻底乱了套 将士们纷纷弃城而逃 金军很快控制了整个开封城 亲宗眼见逃跑无望 于是再次派人前去和金军议和 后来金军给出了议和条件 先把徽宗送过来当人质 然后再具体商谈议和内容 对于拿徽宗当人质这事 亲宗表示强烈反对 起初人们以为这是亲宗出于孝顺 不想让自己的父亲受苦 后来人们才知道 亲宗之所以不同意让徽宗当人质 是担心金军会扶持徽宗当傀儡皇帝 届时自己的位置会受到威胁 这种奇葩的想法 刷新大宋子民的三观 实际上 金军并非点名只要徽宗当人质 他们只想要一位身份尊贵的人前来谈判 经过一番思考 亲宗做了一个再次刷新三观的决定 既然金军要求身份尊贵 他自己是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人 为什么不能自己前往呢 于是决定亲自去金军大营和他们谈判 靖康二年润11月30日 亲宗携大批靠军礼物 亲父完颜宗汉军中议和 这一幕让金军都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经过三天的谈判 亲宗终于在金营中拟好了响表 在响表中 他不仅俯首称臣 还检讨了这些年 大宋对金国一系列的错误行为 他表示 只要能放大宋一马 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写完响表后 亲宗被放了回去 他按照金军的指示 要求各地停止进军秦王 要求河北各地军民 配合金军接收 同时解除城中百姓武装 并收拢溃兵 然后派人将七千余匹马 难以计数的兵刃盔甲 送到了金军大营 然而 这些只是开胃菜 金军同时还要求 亲宗进贡黄金五百万钉 银一千万钉 卷两千万匹 按照宋朝的计量单位 五百万钉金子 大约是1.6万吨黄金 当今世界黄金储备总量 大约为3.5万吨 金军这是要让亲宗 给他准备半个地球 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数字 亲宗为了满足 金军的要求 大肆地搜刮百姓 最后就连朝中大臣 都不放过 亲宗认为 金军破城后 没有屠城 已经是大仁大义了 大家不要太在乎钱财 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能顺利地搜刮到金银 亲宗下令 凡是私藏金银者一律法办 并鼓励民众相互检举揭发 在搜刮百姓方面 亲宗可谓是尽心尽责 最后连太庙里的忌器 都被拿出来充数 但即便是如此 仍远未达到金军要求的数字 静康二年正月初十 金军要求亲宗 前来汇报工作进度 亲宗出门前 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 于是 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年仅十岁的太子 亲宗来到金军大营后 表示这是自己能做到的极限了 百姓官员手里真的没有金银了 为了验证真伪 金军想出一计 当时开封府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 到了有钱买不到粮食的地步 此时金军宣布 可以拿金银来金军大营换粮食 这个消息一出 立马就有百姓持金银前来换粮 亲宗健壮 心里又气又怕 最终挨了金军一顿毒打 据静康碑史记载 金军没拿到足够的金银 便在城中大规模搜集女子 许多大宋官员健壮 居然主动帮助金人 承担搜罗女性的任务 吏部尚书王石雍审时夺势 在开封城中大搜靓丽女子 努力满足金军需求 被人们称为鲁人外公 又好卖国牙狼 而开封府徐炳哲 则更上一层楼 他在搜刮了上千名女子之后 自够拆环观叉 腌制水粉 将这些女子重新梳妆打完后 漂漂亮亮地送到了金人手中 也正是在这些奸人的配合下 一些藏匿城中和金人打游击的将士 被一网打尽 慷慨赴死 在搜罗完金银和美女后 金军开始了下一步动作 本来按照送金之间的约定 战争结束后 双方化合为戒 大宋对金国称臣 这是双方谈判的结果 本来不应该存在异议 但此次罚宋的主帅完颜宗旺 和完颜宗汉 一直面合心不合 西路金军统帅完颜宗汉 是女真人里赫赫有名的萧雄 在女真反辽的过程中 始终冲锋在前 功勋几乎紧在完颜阿谷打之下 然而在第一次罚宋时 他率领的西路金军 在太原城下被拖住后腿 虽然硬仗打了不少 战果也堪称巨大 但冒险深入的完颜宗旺 反而在损失更小的情况下 与亲宗签订了城下之盟 不仅在金国内部 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更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在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 完颜宗汉的态度格外激烈 他迫切地渴望 通过破城灭宋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完颜宗旺则始终希望 能同北宋尽早达成合议 以免被宗汉抢了自己的风头 为此 他与北宋进行了数轮沟通 他派出的使节 甚至在开封城破前夕亲自上阵 指点宋军守城技巧 不过谁也没料到 宋军能将希望寄托于神兵身上 以至于这些技巧 几乎没派上什么用场 开封城破之后 完颜宗旺急切地想以和平的方式 解决宋辽之间的问题 为自己赚取更多政治资本 为此 他还想出了宋金和亲的构想 大宋虽然看出了这个苗头 但没有好好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 在亲宗被软禁在金营期间 拿不定主意的大臣 去问徽宗是否同意和亲 结果被徽宗一口否定 彻底断送了挽回败局的机会 漫长的谈判过程 让金军逐渐失去信心 后来 完颜宗汉也察觉到完颜宗旺的私心 之前还答应化合为戒的他 后来突然反悔 不给完颜宗旺留下任何机会 靖康二年2月初六 金人宣布 将亲宗废为庶人 并把徽宗及皇室宗亲 后宫妃嫔悉数如走 一时间哭嚎声不断 在被押出开封城那一刻 皇室宗亲还在祈求百姓们 能够奋不顾身地救他们 实属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 靖康二年2月 金人提出建议 要拥立张邦昌为帝 并要求开封城内的官员 集体签名表示同意 在金人的威慑下 大部分官员表示了同意 但有少数官员表示坚决反对 其中有一个官员反对最强烈 他表示他的祖辈世世代代 为大宋效力 不会再效忠他人 他愿意尽死以便其理 金君见此人态度如此坚决 于是把他全家掳走 跟随徽宗等人一起踏上北上的征途 十年之后 他借机逃回南宋 凭借对大宋的忠诚 一路青云直上 最后做了宰相 他的名字叫做秦桧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 在金人的拥立下 最终张帮昌被立为傀儡皇帝 国号为楚 金人和楚国约定以黄河为界 并且时代友好 为了照顾新生的大楚 金人停止了金银搜挂 并从搜罗的美女中 拿出一部分送给张帮昌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金君带着灰亲二弟 以及皇室宗亲 搜罗来的美女 开启了北上之旅 整个被俘虏的队伍 多达两万余人 后来金君见俘虏太多 每天的消耗太大 中间杀了一些 放了一些 最终剩下一万四千人 金君撤离后 各地秦王的军队 陆陆续续到达了开封 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断壁残垣 丝毫没有都城的样子 秦王军队到达之后 被拥立为傀儡皇帝的张帮昌表示 自己当皇帝只是权宜之计 他的内心还一直效忠于大宋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 他费尽心思将宋哲宗的原配皇后梦氏 给找了出来 孟皇后因为此前被废掉成为庶人 幸运地躲过了金君的搜捕 张帮昌将其接入宫中垂帘听政 并上书推举赵构为皇帝 此前赵构在宗泽的劝说下留在了慈州 后来又辗转到了向州 此时他才知道 自己被亲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负责招募兵马金君勤王 由于当时处于战乱时期 当委任赵枢送到赵构手里的时候 婚亲二弟已经被掳走了 赵构得知自己被委任为兵马大元帅后 非常积极地招募士兵 在宗泽的帮助下 七零八岁地拼凑起了一支军队 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没过多久 赵构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事情 已经人尽皆知 与此同时 靖康二年四月 孟皇后正式垂帘听政 张帮昌的大楚政权也宣告结束 此时的赵构到了应天府 准备讨论一下继位的问题 5月1日 赵构正式在大宋南京应天府继位 改元建言 视为宋高宗 赵构称帝后 重新启用李刚 任命其为右丞相 然后整军被武 联络失散在各处的兵马 并逐渐收复失地 为了不和金国彻底决裂 赵构封张帮昌为同安郡王 防止金军突然问责的时候 也好有个交代 赵构登基之后 开始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快速恢复过来 而此时的金军 还在押送大批俘虏往金国赶 虽然灰亲二弟成为了俘虏 但总体来讲 金人对他还算可以 并非那么不堪 在进城的时候 完颜宗汉甚至邀请徽宗一起 并驾齐驱 城中百姓看到自己的雇主 被这样对待 有的人忍不住下跪痛哭流涕 不得不说 古代的洗脑运动 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金军北上的路上 经常能见到一些起义军 前来营救灰亲二弟 但都被金军轻易打败 灰宗见此情景也是唏嘘不已 自己在位时 如此搜刮百姓 在他遇难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自发前来相救 一时间让他感觉到汉眼 如果能带着记忆重来一次 他可能会做一名好皇帝吧 但历史不能重来 对于前来营救灰亲二弟的起义军 完颜宗汉表现得比较大度 他没有因此而为难他们 甚至还邀请他观赏马球表演 灰宗也很识相 观看完马球表演后 现场作诗给金人助兴 灰宗如此圆滑的处事方法 也让他一路上获得了不少优待 但灰宗毕竟是俘虏 即便是获得优待 也比普通金军士兵相差很远 一路上金军经常骚扰他们 新宗的皇后因为比较貌美 一路上都被金军调戏 灰宗的嫔妃曹才人 上厕所的时候 更是被金军监恶 对此灰宗也无可奈何 只能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除了皇室宗亲被骚扰外 被掳去的普通女子更加悲惨 除了要忍受长途跋涉的辛劳之外 还要忍受寒冷气候引起的伤病 更不幸的是 他们还会被士兵拖到营帐中强奸 很多女子在此过程中被折磨致死 从开封出发之时 到抵达燕京那一刻 整体死亡率几乎接近了一半 在这种煎熬的气氛中 徽宗一行人终于在5月13日到达了燕京 就在他们抵达燕京后不久 金人突然得知 他们扶持的大楚政权灭亡了 康王赵构已经登基了 金人得到消息后 开始商量对策 此时打回去已经不太可能了 一来距离较远 二来常年征战 让士兵们非常困乏 为此完颜宗旺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想放徽宗回去 让他回去继续做大宋皇帝 这样能够巩固金军取得的战果 因为徽宗回去后 不会跟金军继续对抗 而他们不熟悉赵构 不知道他会不会和金军强硬到底 在北上的过程中 完颜宗旺对徽宗可谓是照顾有加 他认为将徽宗放回 可以重现石敬堂孝敬辽国这一幕 不过完颜宗旺并不认同这个方案 双方进行了一番争执 便不欢而散 没过多久 完颜宗旺便去世 放归徽宗的方案也彻底烟消云散 后来金人把一部分俘虏安排在燕京 让他们在这里进行劳作 并派人严加看守 很多过惯了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 受不了这种辛苦的生活 一年之内死了上千人 安排完燕京的事宜后 金人又带着徽宗二帝 和皇室宗亲等一千多人继续北上 最后将他们安排在金国的中京 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宁城县 不过 徽宗在这里并没有待太长时间 一一二八年三月 金人再次命令他们北迁 到更北的通塞州居住 为了照顾徽亲二帝 金太宗给他们俩特批了一千五百清土地 让他们自食其力 他们本以为能够在这里终老 但没过多久 金人又命令他们前往金国上京 这也是金国都城所在地 八月份 徽亲二帝到达了上京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金太宗 在面见金太宗之前 徽亲二帝的内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他们不知道金国皇帝会如何处置自己 之前 徽宗曾多次派使者前往金国 根据使者的描述 金国还是一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朝堂上的君臣都不懂礼仪 整个民族也缺乏教化 大概过了十几天 金太宗就召见徽亲二帝 不过 等待他们俩的不是盛情款待 而是非常屈辱的迁阳礼 关于迁阳礼的细节 人们众说纷纭 认为 这是金国故意发明出来的 羞辱大宋的仪式 作为一种献服仪式 迁阳礼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 当年周五王刻音 威子肉坦面妇 左迁阳 右把毛 西行出将 楚庄王十七年春 处罚正 郑伯也是肉坦 迁阳出祥 对于一个礼乐制度尚未完备 凡是需要借鉴中原文化的女真人来说 迁阳礼大概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而是借鉴的汉人文化 新宗在两年前向金军递出祥表的时候 曾经写过《请命求哀》 赶费迁阳之礼的词句 可见在此之前 新宗已经知道迁阳礼这回事 在进行迁阳礼的时候 徽卿二帝以及两位皇后都被脱掉了汉族服饰 换上了女真人的服装 其他人都被要求裸露上身 把羊皮衣服退到腰部以下 手里拿着粘条 随后 宋徽宗宋亲宗被引入殿内 按照金国的礼节 行表示臣服的迁阳礼 在金国皇帝的祖庙里 便列宝器 演奏女真人的音乐 金国皇帝吴奇买和他的妻妾 臣僚们向自己的祖先行跪拜礼 宋徽宗宋亲宗和他们的两位皇后 及其他宋朝俘虏 也按照金人的礼节行跪拜礼 其后 金国皇帝亲自宰杀二阳入供殿中 金国士兵再次簇拥送服到金国皇帝的大帐 金国皇帝升座前元殿 妻妾和各部落酋长们近旁势力 宋徽宗 宋亲宗等宋朝俘虏都跪地 等候金国皇帝的发落 将封宋徽宗 宋亲宗为昏德宫和重昏侯 仪式结束后 徽谦二帝的皇后被拉进后宫监屋 事后 亲宗的皇后不堪受辱 选择了自尽 其他女子则被金国皇宫贵族们现场挑选 没有被选中的女子则被送进了洗衣院 这其中就包括赵构的生母 所谓的洗衣院 就是攻金国皇宫贵族淫乱的地方 徽谦二人在上京任人鱼肉了两个多月 随后被转移到韩州 待在韩州的 还有一些宋朝皇室成员散落在这里 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了贵族之气 只是在讨生活 徽宗作为曾经的皇帝 此刻是整个大家庭资历最老 身份最高的人 于是把这些皇室成员组织在一起 共同种田自养 在韩州这段时间 徽宗最喜欢的儿子赵凯因病身亡 让他痛不欲生 但徽宗的女儿在此期间 也诞下了几个金人的孩子 为此 金人给了他十几匹卷布作为赏赐 为此 徽宗还单独写了一份谢表 内容为 天恩下歹 以失秋气之寒 父子相欢 顿觉春光之暖 聚目思伦之后 仍蒙尖碎之般 感替和言 金黄无地 宋徽宗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 独创的寿金体书法更是一绝 这份谢表让金人更满意的地方在于 可以把徽宗的谢表集结成册 散布到南宋境内 作为瓦解对方的宣传工具 为了让徽宗多写一些谢表 金人不断地给他赏赐 渐渐地 金人手里就有了一大堆徽宗写的谢表 然后将其集结成册 大量印刷后 散布到南宋境内 后来此书传到赵构手里 他知道这是徽宗的手笔 但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 只能昭告天下这是金人故意制造的假册子 1129年 岳飞的出现让金人的压力不断增大 为了给南宋制造麻烦 金人打算扶持徽亲二人为傀儡皇帝 于是又把徽亲二人转移到五国城居住 并为他们提高了待遇 同时允许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徽宗在五国城居住了九年 这段时间是他被俘后比较轻松自在的日子 在这九年底他和后妃们生了四个儿子八个女儿 并做了一千多首诗 在这期间徽宗也经历过危险 1132年 随徽宗一同来到五国城的夷王赵鄂 与驸马都尉刘亦验诬告徽宗谋反 金人马上派人前来进行调查 而徽宗为了避嫌 不得不忍痛将自己平时所做的诗词全都烧掉 以免金人误会 虽然金人调查后发现徽宗谋反这事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徽宗自此之后变得谨小慎微 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放肆地写诗了 因此 今天留下来的徽宗北寿后诗词 只有区区十几首 在最后的时光里 徽宗不敢越雷迟一步 1135年4月 宋徽宗在五国城病故 两年之后 消息传到南宋 赵构听到徽宗去世的消息后 嚎啕大哭 据说 赵构之所以委屈求全向金人请和 就是因为徽亲二人被囚禁在金国 他害怕对金人强用兵会害了自己的亲人 这样的说辞听起来非常令人感动 只是其中的真假无从辨别 1140年 金国再次罚宋 此时的南宋已经有了公骨之臣 岳飞带领岳家军多次大败金军 但令人惊讶的是 此时的宋徽宗已经病故 赵构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岳家军完全有能力和金军掰手腕 赵构却一日内连下十二道诏书命岳飞班师回朝 赵构这种做法显然和之前的说辞是相悖的 1141年 宋金再度议和 为了表示诚意 金人摘掉了徽亲二人头上昏德公与重昏侯的帽子 与此同时 还归还了徽宗的棺材 作为交换条件 南宋需要干掉破坏宋金和平的岳飞 1141年底 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 此后 宋金两国达成了绍兴合议 1156年6月 新宗在金国病逝 5年后 消息才传回南宋 赵构在南宋为其发丧 至此 由徽亲二人引起的靖康齿 画上了句号 纵观靖康齿整个过程 看似是金国太强 导致大宋被动挨打 从而引发了大宋统治者的这段耻辱 实际上 并不是金国太强 而是大宋统治者长期被谗言包围 看不清形势 加上自身性格软弱 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导致了这出悲剧 徽亲二弟和皇室宗亲 作为国家统治者 经此磨难并不值得同行 唯一值得同行的是 无辜受连累的百姓